108年度约顾森林护管员真实公布 从174人中录取61人 在花莲部分 本次在录取的7名护管员中 云民集共6位录取 其中女性就有3位 特别的是录取榜首 就是画面中这位女性准护管员 来自长桥部落的母系大哥 在参加护管员考试前 也有在万隆工作站辖区协助车辆管制 预防盗罚业者及协助山难收救的实务经验 除了希望在地主业外 对于保护森林工作相当有使命感 因为我们在当地熟悉这个山的路径 跟山上的状况 哪里有危险哪里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可以止路引路 有这种很好的工作 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园 又有薪水可以领 那是一个很好的生活 为此新近同仁能快速成为及时站立 一月二十八号报道后 将会进行三周的数科训练 辽隆除了熟悉各项基本工作能力外 还有规划有关森林寻护 森林保护 防火 造林 育苗监工 野生动物资源管理 资讯处理 及相关法规等为其三周的训练课程 并于课程结束后进行实地测验 随后进行分发 而薪资部分将会逐年调长 就是七名的正职里面 其中有三名是女性的同仁考进来 相信他们未来在我们的工作上 一定是可以胜任 那也期许我们这些同仁进来以后 把森林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域 那如果说是表现良好 那连续五年如果说是也都表现正常 非常优秀的话 到第五年的时候 他的薪水可以达到三万四千九百元 也就是说从五年以内 也可以从两万七千块 跳到将近三万五千元 根据理工局统计 全国先进录取61人 其中原住民共26人 占总录取人数百分之42.62 而原民护管员增加后 期待能够加强国土保育政策 及倒伐茶器等业务 如何传统领域文化的问题时 也能担任与原住民朋友间沟通的桥梁 原车新闻找到北市花莲基安采访报导